过去一个月里,不时收到一些留言,说应该看一看瑞丽和东兴 比起上海、吉林、北京这些地方因为疫情而受到的全国关注 这两个边境小城像是被遗忘了 先说广西东兴 前天这里终于等来整整两个月之后的解封 和越南接壤,承接境外输入压力 东兴从2月25日开始实行居家管理 城市停顿,生意停顿,但是手停口不能停 这里的居民收入普遍不高 上海人是有钱买不到菜,东兴人是没钱买不到菜 而毗邻缅甸的云南瑞丽,两年多来已经经历了9次 去年10月28日,曾经的副市长戴荣里发文 为正在经历第5次封城的瑞丽公开求救 他写道,疫情无情的劫掠着这个城市 一遍又一遍,榨干了城市的最后一次生机 吞噬着无数人刚刚燃起的希望 而这,几乎就是瑞丽防疫之难之苦 最后一次出现在全国工作视野中了 如今又是半年过去 但来的是另外4次新的封城 8天,8天,14天,21天 这里曾经万商云集,人头涌动 因为边境贸易和玉石珠宝 即便你不曾搭乘旅游大巴到过这里 也一定听过那些戏剧性的传说 当新冠之年开始 这里比绝大部分中国城市都更早进入紧急状态 武汉是2020年1月23号封的城 瑞丽呢,三天后 因为这里有一个别处几乎都没有的巨大隐患 蜿蜒170公里的边境线 而且没有屏障 甚至存在着一带两国的现象 中缅边民同赶一街,同隐一景,通婚户始 有的地方,一面旗子,或者舔梗,就是火箭 于是昔日为瑞丽带来异域风情,旅游收入的特色 在疫情面前就变成了包袱 小城的公务人员几乎都扑进了边境线上的深山老林 靠一顶帐篷,一张行军床,一个火盆,日夜之首 白天赶蚊子,晚上赶老鼠,巡逻时还需要戴上一根木棍 以防毒蛇 甚至还要注意躲避从缅甸金三角那边飞过来的枪炮榴弹 某动程度上,瑞丽就是被公开宣布要牺牲的那一个 这里被定义为疫情防控缓冲区 要求以严格管控换取其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 这里的村民不可以聚集闲聊,打牌私自外出 那会被处罚,公开曝光 进出超市,政府机关必须戴N95口罩 不配合的可能被拘留 两三百天没迈出过家门的大有人战 学生已经上了快三年的网课 但是,即便这样全民皆兵 即便还建起了一条边境隔离墙 防不胜防的偷渡客仍然让瑞丽接连破防 难道什么程度呢? 两年防疫,日复一日煎熬,收入瑞姐生活受困 使得瑞丽人口已经从50万,流失到现在的10多万 和瑞丽东兴同样艰苦作绝的边境县市 还有黑龙江黑河,隋芬河,内蒙古恩吉纳齐 云南25个,全国136个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守着国门的小城值得被看见 救救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